好继续带你看到18号呢 大午警分局接获了民众报案 在铁九线380.2公里处 快到泰玛里乡华原海湾的道路 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 自撞道路外侧路灯杆的事故 那么造成驾驶以及两名同车家人受伤送医 所幸并没有生命的危险 而详细招式原因还有待警方来厘清当中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一辆自小客车直接撞上路边灯杆 车头整个被撞凹 正是18日上午7点45分左右 发生在台九线380.2公里华原路段 据警方了解 灵性民众驾车承载两名家人 沿台九线往南泰玛里方向行驶 但不明原因自撞道路外侧灯杆 在事故现场旁的草丛与水沟内 都还可以看到散落的车体零件 可见当时的撞击力不小 车上驾驶人与两名同车家人 都受伤送往马街与基督教医院救治 所幸无生命危险 18日7点45分 最后报案在台九线380.2公里 华原段发生交通事故 严谨立即到场配合消防人员 居入伤犯 尽了解是灵性民众 驾驶四小刻乘在两名家人 沿台九线往南 行刑该路段不明原因自撞路旁的灯杆 造成驾驶人及两名同车家人受伤 这起交通事故造势原因还有待大五交通小队调查处理 大五警分局也呼吁请驾驶人 无疲劳驾驶超速及任意超车 遵守交通规则 共同维护用路人形成安全 即将解采马的前步到